中文字幕 李宗盛 開心因為總算覺得自己能夠開始做事情了 以執行長的身份更能夠代表我們的公司 去對外分享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其實現在就是剩下每個月要回去回診打停競爭 以及拿抗荷爾蒙藥 那每三個月要做一次回診的追蹤 包含乳房攝影跟超音波的追蹤 這個就有個開心的消息是 上次回診的時候我的醫師就突然跟我說 你追蹤滿兩年了 是不是有想要生孩子的計畫 然後我就說 什麼現在可以生小孩了嗎 那我們自己討論是說 等到我們的診所這邊都穩定的話 最快應該明年吧 對 原本是說再三四年 現在可能變明年了 對 原本是說 對 原本是說 這個就 努力吧 我想 大家都是過來人走過來 有這麼多前輩讓我能夠 問問題 能夠詢問 我想應該不是問題 努力變身 努力變身 親兩次 你要問一下到我們的時間 如果願意讓他親兩次的人 請掌聲通過 努力變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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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說大概想在什麼時間點做人 有這個計畫嗎 大概兩三年 再兩三年 對 再兩三年 先把 可能60歲才能去接寶寶 上下 所以我要趕快想辦法保養好自己的身材 一定要一定要 對 不要讓大家看到說 怎麼不是爸爸來接宿 爺爺來接小孩 是 溝通上有沒有什麼代溝呢 這是蠻神奇的一點就是沒有 然後 而且我們喜歡的東西 興趣、嗜好都很像 比如說英文老哥啊 我們喜歡運動啊 電影啊 或者是喜歡看的書 我覺得 我太為Ruby 他是一個非常獨立 非常獨立的一個個性 有時候獨立讓我覺得很討厭 為什麼什麼事他都能做 應該是留一些給老公做才對 所以我希望他以後能夠 有些事還是能夠丟給我做 不要什麼事都一把抓 唉唷 給自己壓力太大了 那你有沒有什麼要 那個 詆毀他的 詆毀他的嗎 也可以趕快趁著鏡頭 恩 不會啦 就是 可能還有一些 畢竟 還是年齡有一點差距 可能就是在講話上 雖然是已經很沒有代溝了 但在溝通上面 可能還是要再互相 請你包容一點 對 年輕人的想法 這兩年他更加努力的 做好他身為先生的角色 所以我也是共同跟他很期待 這次的婚禮 想跟大家分享就是 哇 我們就是很 這樣開心的感覺 然後也謝謝他一直在我的身邊 那我開個玩笑 我是當他的老公也是工具人 所以我叫做老工具人 哈哈哈哈 為什麼是工具人 開玩笑 因為幫老婆做任何事情 是老公的責任 所以幫過累的原因是什麼 就看到父母還是覺得 就是有一股情緒 對 放心 校場待會就由我來處理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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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對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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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